有一天,我梦见我们,在时间的无尽荒野里奔跑,千回百转,无穷无尽。 梦里,它周身有淡淡的光轮,醒来的时候,窗外,阳光下摇曳着花蕾。 阴云染风,学校的西北角碧峰学院与紫云学院之间,绽放着早春时分宿舍区一道唯美的风景线。 每年三月,春的脚步踏上这片土地,唤醒等待许久的花苞。 白中透粉的樱花满开,重叠连绵,方若聚成了新甜的云朵,将头顶的这方蓝天都染上了阴色。 春风徐徐而来,樱花便仙翻飞,这里的每一个朝朝暮暮,点缀上了一份独特的韵味。 幽黄寻翠,小园东区教学楼侧,踏上这条石板小路,便寻得一片幽翠, 矮矮几几,眼道之处皆为闭塞修竹。 侧耳联听,瑟瑟风吟,素素夜鸣,见或有雀鸟轻蹄,又有水声缠缠。 其境之忧深,使人似是处于世外之境, 若得一书伴手,盘缓其间,流连忘返。 汉墨浊华 自校门而入,穿过大草坪便是图书馆前小广场。 夏城广场周围环抱的红色灌丛,映尘着飘扬的五星红旗, 在仲春时节显得格外迷人。 学子们匆匆的脚步与狼狼的书声, 伴着早春的粉紫玉兰花, 秋日柚子树枝头沉甸甸的金黄果实。 书末飘四季,新兰独芬芳。 红湖浅样 学校东区教学楼旁的湖心岛是黑天鹅们的家。 这也是紫禁港校区一道独特而靓丽的生态风景线。 它们或是屈颈而握, 或是拂水嬉戏, 或是展翅而飞。 优美而高雅的姿态总是引人停步, 驻足欣赏。 柜胎的身子伴着轻吻的泥胆。 这群灵动的小天使总会拨开人们思绪的匣子。 若是遇上天鹅宝宝们晒太阳的时光, 一旁的草地上就郁家的生意盎然了。 金海协方 这一小片油菜花田 位于学校生物实验中心 与化学实验中心之间。 与它们相对的 是校园里唯一的原始诗地。 二者布置在西南角, 为这校园平添了一份野趣。 春日降临, 油菜花开, 金黄色的小花层层叠叠, 时而由蜜蜂蝴蝶流连其间。 时而风起, 花随风摇摆, 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 泛起微波细浪。 沐浴着温热的空气, 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花香 与纯纯的春意。 灵狐柱星, 它是暗夜的明灯, 灰土里的暖意, 毕业生梦的梦想。 无论白天与黑夜, 位于阳明桥西端的灯塔, 都在那里守候, 迎接与送行。 行上为道兮, 行下为气, 其高耸入云, 可谓大学之精神, 而坚持在脚下的, 则是文件的根基。 夜幕降临, 星星点点的柔和灯光, 便洒向四周, 恍然间, 似乎有一种包裹周身的爱意。 南华季梦, 年轻朝气的紫金港校区西南部, 泰然引力着一位三百余岁的长者, 葱龙清脆之中, 石笋白墙, 修竹芭蕉, 白鹿为飞。 古朴的建筑群四周, 环绕绿水, 江南水乡, 淡雅风味, 浓浓而至。 这便是明末明居南华园。 不同于外界的忙碌纷扰, 含有人际的南华园显得格外清幽, 给人以安心神宁之感。 而清晨前来打太极锻炼身体的老人, 也给南华园带来一种独特的生息。 修灵明史 苍翠漫空, 草木繁盛。 这郁郁葱葱的小山便是校友林。 其幽深、清宁的环境提供了成独和散心之家境, 而葱龙之中还记载一段浙江大学重要的西迁历史。 西西事变,日口平临,中原板荡, 前塘兵险。 浙江大学毅然举校西迁, 跋山涉水, 行成五千余里, 历时八载又姬。 西迁新学乃求是精神之灰光, 西迁精神乃为学无忌之动力, 标柄史册, 永世所保。 悠悠这大, 运系中华。 西坎世教明智奋发, 无望忧患用事成达, 求时创新, 渤浪逃杀, 明怀往贤, 永历来者。 起针应霞。 起针湖贯穿紫金港校区, 原为杭州西西施地北侧的一部分。 其名取字, 西言求是, 时起而求真, 与孝训求是相对应。 待到日暮时分, 落日余晖映在水面, 将天空与湖染成一片暖红。 这般温润景象的最佳欣赏点, 莫过于东须西侧的连廊。 晚风轻浮, 如同夕阳碎落在湖面, 宽阔水面便洒上金光。 而盼永曼阁飘来的阵阵歌声, 走出今日明快的落幕交响。 卧云问智。 紫金港校区东大门北侧花坛中立有一时, 其上刻有竹可珍老校长向浙大学子提出的两个问题。 诸位在校, 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 第一, 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 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这两个问题始终是每一个浙大人提醒自己扪心自问的标杆, 也是鞭策他们底力前行的动力所在。 主爷爷问, 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说, 我将用一声来回答您的问题。 在紫金港, 我们遇见许许多多的美好, 同时大地的灵性, 倾听万物的诉说, 细雨点滴, 黄昏暖风, 舞动的身影。 我想, 你即便伸出渡口, 也依然恋恋回望。 你要相信, 咱该相见便没有错过, 如同春日徜徉。 来看看。 然后一起再次注意。 materia帐。 在画里面滴, 现在有一点点有点有趣, 小时你从这边来看, 在画里面滴, 在画里面滴, 今次期待讲廅导,